台北市一對兄弟聚餐喝酒 那麼弟弟開哥哥的車事後一起返家 結果因此遭到酒測攔檢 不只是弟弟有事 那麼哥哥也是被連坐處罰 八萬三千元 不過為了要撤銷罰單 這哥哥就變稱了 他說自己當時已經喝到斷片 沒辦法阻止弟弟酒駕 電視警方透過了密錄器 狠狠打臉哥哥的說辭 因為當時就拍到哥哥意識很清楚 還可以打電話找代價 警察一問 駕駛就坦承喝酒 招出車主是同車的哥哥 韓主 用力一點 再來 酒測氣一吹 結果是處罰最重的急距 超過0.55 0.59 那就是公共危險 當時警方就在台北市水源路 這個地方設置路檢站 抓到酒駕 車主就是駕駛的哥哥 也在車上被連坐處罰 八萬三千元 他想要撤銷罰單 居然主張 當時在副駕駛座上面 已經斷片了 我已要 那你有必要的 你如果不用的話 我就拍個三條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再請大家嗎 還是 法官看嚴密如器 駕駛的哥哥 清醒得很 行動 講話 一切正常 根本沒喝掛 是要這個乘客 他沒有勸阻酒駕 或者是仍然使用酒駕車輛 來作為交通工具 這個乘客本身 對於這樣的事實 要有一個主觀上的故意或故事 才會構成處罰的要件 律師說 如果駕駛哥哥真的喝嗎 無力勸阻弟弟酒駕 不用連坐處罰 但第一時間 他就露信 法院判決八萬三罰單 還是得叫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太陽報導 好